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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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蠻植雄 李宗盛 李宗盛 可是也要有你跟我對唱 所以如果之後還有機會再跟阿哲哥一起演戲的話 當然就是你唱得很辛苦 你可能要講 有長到的表演很大嗎 你表面可以落實當中五萬人才有出嗎 就是所發生的很多事情 不過我當下那個人是來不及在演戲 所以 你就是 到最後覺得阿 這些都要想 就是把歌一張 我剛才是會看你的 畢竟是透過鏡頭看到自己的樣子會很有趣 其實是一件很值得珍藏的經歷吧 最珍貴的 就是那個 每次在 一度 經過一次的時候 這個都還蠻基本上 而且就是朋友的位置 那真的來講 就是你們應該都會先知道 就是很多人會不相信說 我這次當下是很緊張 然後也不知道結果會怎麼樣 然後 也會覺得說 有哪些東西是假的吧 還有哪些東西是這樣的幹嘛 然後我覺得跟大家去聊這些 其實很有趣 我可以進去 我可以進去 也會覺得 你知道嗎 你看 那什麼東西 我好 我想問一下那個人的話就是你參加 參加一個星光大報的所謂是素人變歌手 然後這次參加我是那種時候 其實那個我的編導後來跟我講 就是你一開始的狀態就是你變素人 我說我們都很有點擔心 因為你很像是素人來參加奔唱 可是你其實不是一種狀態 而是一個高端的歌手競賽節目 反正他們就是一直會幫我做一些 所以也是太多的心理建設 然後你知道我自己現在是站在什麼樣的舞台 然後有什麼心態的展現自己的舞台 就這就是我覺得這兩次很好 其實你是看到第二次的就是這個 歌唱的你才真正認知說 喔原來我真的成為一個歌手的之後 我一直都一直覺得我是歌手啊 但是看到我是歌手的之後 我覺得還是歌手 就是我覺得這一題就是 有點把偏向你印到哲學這種狀態 只是大家看我的感覺很特別 所以這幾個比賽完的時候 我們台灣就有更多的歌手 在台灣的表演 我很想非常想 明年啊 可是我們可以先辦一個小巧克力 好嗎 謝謝 大家坐一下 還是真的有虛擬的 就是都要跟公司討論 但我自己是很想的 就是 因為就算想要長一點而已 但是就想要有一些的面子 對 那剛才看那個VCR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只有 那個黃的系列的 副秀的這一套詞 我會覺得 因為 我其實看不到字幕 然後我看到他講什麼 就是覺得他每次很好笑 就是他會有那個幾句中文 就一直重複講 然後當他想要講真心話的時候 就只能讓大家聽不懂 我覺得他一定很吃肉 我每次看到他這樣 我就覺得很可愛 好 謝謝 謝謝